機戰遊民大概25號會發售 發售在PS5、Steam還有XBOSS那些的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是機甲迷的話 我覺得這款遊戲呢是不能錯過的 好不好各位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有點帥 欸等我一下 有有有中文字幕 好okokok有中文字幕就好 這個應該是實機演算的畫面吧齁 哇 盧比孔三行星 好帥喔這個機甲 我的天 喔喔喔喔喔 我覺得他很有一種那種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欸 磅礡感嗎 又有一種壓抑感 然後又有一種很史詩帥氣的感覺 很妙 喔喔喔喔等一下 喔我超喜歡這個的 這個 哈哈 嗚好帥 喔喔 對對對就是宮崎英高 他們那種魂系會有的那個味道有沒有 你們看你們看你們看 你們看這個 這個這個構圖這個畫面 像不像艾爾登 沒有沒有沒有開玩笑 就有那個味道 有那個味道 各位有那個味道 哇感謝 郁翔一個月 晚上好 那個重量感還有那個 蒸氣噴出來的感覺 OK 呵呵 喔這就是他的界面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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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 欸很帥呢 哇那個導彈的那個射出去那 蹦蹦蹦的感覺 超讚 然後聽說他這個遊戲就是你現在 看到的 任何一個地方 好像都可以 過去 有些地方好像利用這個 機甲的某一種 推進系統吧 不管是在戰鬥啊還是怎麼樣 這個推進系統 好像是一個很核心的操作 這個到時候各位玩的時候可以留一下 所以上面那個是鋼幹子囉 哇 噢喔喔喔喔喔喔 哇這個好帥等一下 你們看他空中立回 哎唷 哈哈哈哈 誇張 這樣破碰 哇 瞬間近身和閃招 喔對對就是那一個 呼喚 哇哇哇 喔他的作戰場面我覺得很 很讚欸 有那身力其境戰場的感覺 那個爆炸那些的 欸這隻有賣模型嗎? 呵呵 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喔 喔 上面那邊好像是鋼幹子就對了 不過他們好像比較鋼幹子好像叫什麼 光 喔有了就是這個 哇 欸他的畫面我覺得很屌欸 你們有注意到光線嗎? 這個是 喔 自定義機甲 也是這個遊戲的超核心的部分 哇 男人的浪漫各位 機甲迷的浪漫這個 這好帥喔 這個機命 喔喔喔 然後聽說他這個遊戲是以任務接任務進行關卡的這樣子 喔 就是他的關卡 比如說一張結 然後有幾個任務 接著那些任務 劇情會循序漸進 先前聽那個試玩媒體的有說到啦 他們好像光第一張 就有11個任務要打 還沒有算上就是一些支線龐之的任務 總共會有幾張不知道 但是內容相當的龐大 每一張結每一張結每一個任務都有他的特色 跟你必須要運用去克服的戰略或關卡還有要素 這個是我覺得這個遊戲也是蠻吸引人的一個特點 對有點像魔物那樣子的感覺 喔這個欸 你們看這個 我這個場景 我剛好暫停在這邊 你們看到藍色的噴火焰 哇這個 好 好 可以很帥很帥 我的這個做得很好欸這個畫面 他的那個鏡頭也處理很棒 欸等一下 我跟你講 我看到遠方有一個很大的東西欸 那個剛剛好像說是任務目標嘛 喔 不要跟我說那是BOSS喔 Holy shit他在攻擊 太扯 這遊戲的BOSS都那麼大隻的喔 哇 哇 好扯 好扯 喔喔喔喔喔喔 欸這個很屌欸 我覺得這比鐘樓怪還要大隻喔 哈哈哈 比那艾爾登的鐘樓怪還要大隻 好扯 欸我這個場景很震撼欸 喔這如果是當下你在玩的時候那感覺應該是真的 喔 應該很爽 而且會感受到那個 屍屍感 喔 哇哇哇 這個應該不是PVP吧 感覺應該不是就是 可能要突擊某個 敵方的基地之類的 欸這其實很快欸 喔這戰鬥高速的感覺很夠 喔喔喔 我剛剛那爆炸好屌 喔就這個就這個 任務內容這個 喔 我機甲可以染色喔 這麼酷 喔 到時候又會蠻期待的 喔打贏他還可以拿到機甲零件 喔 喔 喔 下面那個是血條喔 喔剛剛 喔所以這個東西是血條 然後這個是那個驅幹值就對了 猶豫就會敗北 喔 這個也太帥了吧 喔喔喔喔這 哈哈哈哈 欸這個好扯喔 你有沒有看到彈幕嗎 蛤 蛤 順便塞一隻勸退王 哇哇哇 我覺得這隻會不會就是勸退王啊 欸這很強的感覺欸 喔 喔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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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介紹 基本介紹 這個機戰傭兵啊 他將會在 8月25號發售 8月25號 然後有興趣的各位到時候可以就是 留意一下 真的很屌 真的很屌 喔 這傻 呵呵 你們 你們有看到剛剛那些機甲嗎 呵呵呵 好嗎 在我身上 但是在這裡 你猶豫 快點 小聲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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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